成都有一个非洲裔的中医师 当年来卫士文体病赢得声誉 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中医外籍博士 一起听听他的心得 成都商楼区中医医院内 这个正为病人贴耳针的医生 是来自非洲玛丽的迪亚拉 他1984年来中国留学 原本是学习西医技术 结果被中医吸引而转研中医药 迪亚拉由最初被病患质疑 经过36年摸索 现在已经是颇有名气的外籍中医 除了日常运诊 他平时还带三个学徒讲学传艺 迪亚拉认为作为外国人学中医 首先要学中国文化 迪亚拉希望障碍中国文化的精髓 致力传播中医药 为此他积极参与玛丽当地的老班工方项目 为非洲培养中医药人才 无线电视机就在周下引拔 到